民生在外的外国牌印度,可谓是个几百百效量于一身的开放民族。 早前,法国达索公司的战风战机,曾成功中标印均105亿美元打弹,按相关协定,达索在交付18架战机后,会帮助印邦建立该机生产线,并派工程师协助印度完成生产组装。 军工实力平平的印度却强制达索要对战机的质量负责,为达木地甚至用取消合同来威胁,但拥有大量订单的达索根本不止这套,在双方讲识的三年间。 相比生活自然的达索,印度的日子却并不怎么好过,最后实在没办法的印度也只好服软,和达索重新签订合约,要求达索为印度提供36架原装阵风战机。 并转让相关技术,总价值达89亿美元,拥有多种选择的印度,之所以反来付出防御下战风的原因有三。 首先,作为多功能战机,战风可用于执行制空,对地和反舰等任务,而且还不用担心战机性能缩水的问题,其次打索拿出了战风在近距离格斗模拟对抗中战胜F22的视频。 印度尤其心动,认为可以击百歼二十战机,最后一点是,法国打索承诺的技术转让,能大幅提升印度军工科技的能力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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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